跑不在他边上 跑对面去了 就是两人处在不同的半区 之前全球的All-Star是选手之间连着麦的 一打一打的时候选手之间彼此是可以交流的 两个人连着麦的 现在来了一模一样的出门装 都是多蓝剑短剑加上一瓶红 一黑一白 全军出击 第一个Q 看看谁能鲜声夺人 气势很重要 气势很重要 死亡如风长伴无声 这个确实两个亚索对打的话就比较快乐 两个人手上都有风对着一走了 他风墙挡了金角的 没有挡住金角的风 反而是被金角回身的一颗吹起来了 两边在对拼 金角这边争不争先叠满 金角这边还在一边叠斩钢闪的被动 再一个吹 这波吹是对面吹到了 对面明显比较油 带了一个不灭之物 确实 而且感觉两个亚索好快乐呀 就有兵只要是能抑的都可以抑 是 不是你抑就是我抑吗 对 而且金角这边他是点了两级Q 没有点W的 现在一米哥现在血瓶已经是吃光了 金角出气还是拿到了一些对线上的主动权 再滑 一个风骗掉这边一米哥风墙 有风上去来一套对着翼 先被杜一米吹飞 但是金角这边也磕起血瓶 太快乐了吧 这太快乐了真的 解说都说不过来了 又来了不灭偷一下挂点燃这波想杀 金角这边往回翼 交闪现躲了一个杜一米的吹风 这波血量被打下来很多 但好在自己身上还有最后一瓶血药 哎这边不敢争了不敢争了 哦 这个是你在范围里你也可以吃到这个加血 从墙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这金角也学了呀 都学了 都学了呀 哎又被吹到一下 关键是被吹到老能被偷不灭 这太苦了 是的 现在一个就是疯狂Q 上着血量上有一个就是 而且大家一样的情况 一旦血线上有领先的话 你是很难去操作的 哎 对吧 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一场比赛两个结 这个人过分 哎 看金角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压锁很难 一场比赛两个压锁这种梗出来吧 因为这个英雄讲道理 操作风险绝对没有结那么大 主要要有冰 而且那是那个版本的结呀 哇 又被Q了一下 哎 天大 狂风决心斩伤还差一点 EQ空了 但这波只是为了换一套血 哎 EQ咋 A一下 漂亮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到7分钟 是 那肯定没有到7分钟 所以比这边先下一程 在夺冠的路上拿下了坚实的 迈向了颠实的一步 哇 这回家直接 这个装备有点豪华了 攻速斜加一个暴击斗篷 现在亚锁就是两个暴击斗篷 直接满暴击了嘛 这直接是左边三星亚锁 暴击流 右边只有两星现在 而且向一波兵线的话 金角这边还挺亏的 哎 感觉现在金角已经 已经已经难顶了 是 而且这波线还是一个过去的线 哎 炮车还漏了 我还是觉得 EB哥这首不灭之沃 EB哥的游戏理解啊 EB哥游戏理解 确实是到位的 真是 这首不灭之沃 给金角整的有点疯 主要是金角的征服者现在来讲 触发的体力并不高 反而这个不灭之沃 不停的能够不灭到 这不灭换血确实太赚了 又来了 再来再快乐 风抢挡了吹风 这边对德赛的瑞文 战士组的冠军 那接下来 我们要有请上刀妹 为我们送上Solo King的奖杯 有请 这个奖杯可能还等一会儿没会儿 没关系啊 我们这个采访一下 读音笔两句哈 首先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想到今天会拿到我们战士组Solo King的冠军 其实也没有吧 但我来这之前我练了很多很多跟学友们一起练了很多 每天都练了差不多就30分到一个小时吧 你看我自己都说了 之前又偷偷的在练习吧 你上来还非常的谦虚哈 那今天拿到这个Solo King的冠军 有什么感想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呃 你长串当中 底下又可以加一段了 对不对 又会变得更长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拿到这个Solo King战士组的冠军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底下的队友这个金贡说的 金贡吗 呃 这个应该你不配 你是没有资格的 这个这样 哇 相爱相杀啊 这就是我们FUN PLUS的队伍文化 队员之间啊 这种队伍文化 那我们奖杯已经到了 我们有请上我们的刀妹 来送上我们的Solo King的奖杯 我们再次的把掌声来送给独音币 哇一个 非常 隆重的一个奖杯 请我们的独音币接过来 是的 那刚才各位也感受到了我们Solo King的比赛 非常非常的精彩 接下来精彩还要继续 那我们经历了紧张刺激的首轮Solo赛之后呢 我们将迎来我们今天荣耀日的第二个颁奖环节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期待 我可以请大家看